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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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炸鸡、薯条、可乐和火腿肠、方便面等这样的工业化加工食物并不能堆入垃圾食品一类 因为它们都含有水、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 而这些都是人体生存必须的东西 只要它们不是被科学已经证实的 是有害、有毒的食物 那么它们就不能归为不能吃的食品 而且那些食物容易储存 所以是那些地方偏远的人或是暂时得不到新鲜食品的人最适合的一种食品 好了,都非常注重口腔卫生 每天遭乱双牙,为什么还有口臭呢? 其实并不是单单只是口腔的问题 当身体属于湿热状态时,口臭也是一大表现哦 1.大麦茶 准备大麦茶20克,放入锅中间煮,将药汁取出再用 然后用它做大米粥或是小米粥都可以起到养胃去湿的功效 2.红豆水 在五谷杂廊中,红豆艺人都是化湿的良好佳品 还能够调理脾胃 但是一人性偏寒,需要去除寒性和偏性 提前用炒锅炒微黄 然后和吃小豆一起泡水也可以去除湿气 排除湿毒,口臭自然,更清新啦 3.绿茶 每天喝茶不仅能够帮助身体排毒 加快心脏功能代谢,也可以消除水肿,带走湿气 绿茶当中的茶多酚以及茶纤维素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功能 并且还能消灭细菌,对抗病毒,消灭口臭,还你健康的口腔和轻松的肠道 精是女人生理过程的重要一部分 而与女性的月经出现异常,才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威胁健康 穿紧身裤 穿紧身裤是爱美的女人天性 很多女性喜欢穿紧身裤来展示自己的好身材 即使月经期间也会选择这么穿衣 这个习惯不仅会造成体内血液循环不畅造成月经不调 还会因为四处处于密闭潮湿的环境 增加患上妇科疾病的风险 平时女性应该选择穿透气性较好且浅颜色的纯棉内裤 泡澡 白天经过一天的忙碌以后 睡前舒服的泡个澡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 女性比较爱干净 即使是月经期也不例外 但月经期间女性泡澡不仅会加速岁月的循环 使月经量增加 还会增加子宫被病菌感染的几率引发妇科炎症 如果实在需要洗澡尽量选择快速淋浴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拜拜